要带您关心天气 今天全台都出现降雨 而且又变凉了 观众朋友好奇 这雨什么时候会趋缓呢 气象时间我们赶紧交给主播宣童 好没有错 今天全台湾都是实实量量的 但是温度跟昨天比起来 确实降了不少 以北部地区中部地区来说 大致上的温度现在20度左右 而在中南部地区23 南部地区东南部也是23度 而在雨势的部分呢 因为南方云气北台 加上东北季风 所以全台湾的降雨几率都会比较高 但是度过了今天之后呢 雨势就会有所趋缓 而比较局限在整个东北部地区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累积雨量比较多 都是在中南部的山区还有近山区 像是在南投仁爱乡 还有在河环山 累积雨量都有来到六七十毫米左右 但是到了晚上之后 南部的水气会慢慢的减少 甚至到了明天早上呢 只剩下在东北季风的加持 所以在东北部地区 宜兰因为受到了地形影响 雨势可能会来得比较大 但是中南部恢复多云稻勤 而这样子的天气呢 预计会影响到什么时候 到礼拜六的时候 全台雨势就会在围的线缩 只有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因为这一天东北季风减弱 而到了礼拜一到下礼拜一 是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在迎风病地区 又会变得有一些零星正雨 但是这个雨都不会到特别的大 但如果你要跨年的话 建议您还是在东半部地区的民众 出门要记得带一把伞来备用 而到了下礼拜二的时候 一样是东北季风减弱 所以全台雨势趋缓 但是礼拜三 下一波的冷空气又要南下了 迎风命地区又转为 有雨的天气形态 而在未来一周 我们会经历三波的冷空气 第一波正在发生当中 但是北部的低温呢 其实也不过只有18度 不算特别的冷 而到了明天 中南部地区水气减少之后 温度会回升上来 而到了礼拜六这一天 因为全台水气都趋缓 所以北中南各地都是有机会 来到25到26度的 而到了礼拜日 礼拜一尤其在早上的时候 不排除温度会来得比较低 因为有可能会有辐射冷却 所以温度呢 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14度以下 有可能接近冷气团等级 所以提醒换年的时候 衣服要多穿一点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